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更喜欢在作品面前只讨论作品 宋小姐 你欺骗设计组委会 违背职业道德 窃取他人作品这个行为 你该如何解释呢 你别胡说 你依然坚定地说 Pure Love全系列是出自你的设计吗 当然 你要是再捣乱我叫保安了 叫保安也掩盖不了你的猎记 如果你要是真的不心虚的话 听我说几句又何妨呢 我想说的是 这个系列的作品 并非出自宋小姐之手 背后的枪手 就是她的助理姜宁 宋小姐 在画设计稿的时候 习惯用马克笔 她有一套半人高的全色马克笔 在之前因此上分享的生活照里面 时常有流露出来 在之前的设计稿里 大家也能看到 可是这一次 在Pure Love获奖之后 媒体采访时公开的设计稿上 用到的 却是速写纲笔和彩迁 而这正好是江宁在画设计稿时 习惯使用的设计笔 那又怎么样 不过是巧合罢了 谁还不能换支笔了 没错 不过就是一支笔嘛 老板 快拍下来 是真的 江宁 毕业于知名设计院校 早在二十岁的时候 因为跟男朋友热恋 所以为自己设计了一套婚纱礼服 这个设计稿一传到校网上 便引起了不少的关注 在你发布这个作品之前 他在校内网上的动态 就已经被删除了 可是你不要忘了 网络可是有记忆的 我这有一张网络快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江宁之前的设计手稿 是不是跟这个主打款 有点相像呢 迈克 对 迈克这个人 我还跟过他一段时间 原来如此 迈克 因为对陆家的仇恨 促成了他与宋氏的合作 将主意打到了 在本市一家独大的 素梦玩具设计业务上 不过他这个人对玩具设计 完全不擅长 便将目光锁定了 玩具专业最厉害的老师 本来想着 可以收买他的作品 独家使用 结果不成 便想着让他身败名裂 再无选择之时 便能获得他的所有专利 结果又不成 眼看着这位老师 开始着手自己的玩具工厂 他的玩具设计业务 走投无路之时 便伪装成 催差队上门危险 然后 返回窃取了所有玩具专利 事后经营 居然还叫上了 周老师的得意门生理 真是不达目的 好不死心的一个人 当时负责生产老师玩具的 那些工厂是由我来负责 宋氏投了很多很多的钱 突然有一天 在网上有人说 玩具竟然和以前 一个小工厂的一模一样 还发出了很多细节的对比图 宋氏当时股票暴跌 正赶上多时之秋 他们担心 一旦出现像盗版妾用这样的丑闻 会影响他们原本的根基业务 于是 就把工厂关了 给洛一笔钱 打发我走了 我现在每一天晚上回家闭上眼睛 都能想到周老师端着 食堂的饭菜在问我 说 志明 你怎么不学好呀 你怎么 不走正道呢 我对不起周老师 还算你有点良知 陆总 你刚才答应我的 还算数吗 帮我照顾好我的工厂 还有我的母亲 我的意思是我们回家先换个衣服 一会儿大卫先生有个私人酒局 我让西星搞了两阵邀请函 一会儿给他上一课 走吧 就这样 走了 对了 你昨晚很努力 其实我一直很想要 哪个公司能够诉许合作 那当然是最好的 对对对对对 在这儿有意见 那我把您的名片给给我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有机会联系 一定一定一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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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不见 最近 海外新项目还忙吗 季总 我先走了 进度如何 目前一切顺利 我们会继续跟进 陆总 那智能化 还算理想吗 我们的效果还是很理想 我去旁边一下 去外面一下 旁边 好 许久没见了 季总 怎么 不给别人做嫁衣了 我现在给自己做衣服 成业了 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是有过交情的 如果你需要投资 随时可以找我 暂时不需要吧 收了别人的钱 就得听别人的 说得越多 就要听得越多 我还是慢慢自己来吧 好吧 那我祝你创业顺利 是什么大员过来了 您怎么会爽光过来 平时求一件都求不到的贵客呀 像Kindon这样 苏莱址跟国际一线大配合 做到设计式工作室 会考虑国内的配合吗 花池先生 这是我的名片 希望有机会可以合作 我只是工作室的主理人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什么 我是Kindon工作室的老板 国际一线玩偶设计师 卡腾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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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先生 期待跟您的合作 好 怎么说 白天见面还在押嫁 现在就算我们 开价翻上一倍 他们也要签下来 把手给我 你喝酒了 没有 那你身上怎么都是酒味呀 可能在别人身上蘸的吧 不行你仔细闻闻 好了我知道了 放开我 不放啊 你脸怎么这么红啊 我每次看到你 不都会脸红吗 就停这儿吧 应该还可以再往里开一小段 没事 我自己走一段路就到了 这儿看起来荒废很久了 怎么约在这儿啊 可能有什么私密的事吧 没事 那你小心点 有什么事给我电话 好 这叫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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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进度如何 我这边已经还原了 当时玩具厂专利下落 无名的医院实务 正在跟律师做进一步咨询 稍后打给你说 好的 播给绵绵 请电话 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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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林开 你赶紧带人过来吧 我在小南路中断这儿 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姐 你去小南路干什么 姐 你在小南路干什么 怎么是你啊 姐 我想跟你说 我可能要暂时出国一段时间 对不起姐 我真的没想到 那么在本次的这个事件当中啊 宋家的孙女 因为使用枪手 而被无心的副总裁周眠 当众揭发 宋氏现在所面临的这个舆论风波 真的是雪上加霜啊 形势非常的不可好 好 我们也很期待啊 宋氏回头会 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来给自己晚尊呢 瑟瑞 这儿有什么 没有人去的野地吗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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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带 不能倒操倒扮 也不能太寒酸了 不满意 还有一套大的钻石 更适合你们年轻人 遗传真的是一件好神奇的事啊 继续 紧张兮兮地做什么 这难成大事的样子 这几年你们在外面 瞎打小闹 以前年纪小就算了 现在你都成家了 该做点正经事 会来接手家里的产业了 瞎打小闹 需要我把无新的财务报表 拿给你看看吗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就算你的公司做得再好 可咱们家族企业 难道就拱手让人吗 你小的时候 爷爷最疼你 哪怕知道你这么胡来 还是一直想把集团 交到你手里 可是你呢 你要让他失望吗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 你们难道还没有 对我失望完吗 我对家里的事 这是 这是叔叔送给我们的 新欢礼物 他没有放在保险柜里 而是放在桌子上面 说明早就已经准备好 祝福我们了 就还好吧 你不喜欢吗 主要是这跟裙子的关系不大 这裙子是你本人好看而已啊 我觉得这件挺好的 主要是 如果我们选的会场不是很大的话 之前那些裙摆倒有点太长了 会场 我觉得顺瑞吉大酒店的礼堂就不错 之前凯西尔王妃的酒温纪念日就是在那里举行的 那个地方会不会有点太大了 不大 找人好好装饰一下就好了 林开 我觉得对于婚礼 我们两个的分歧有点大 我的想法是 一切从简就好 绵绵 这可是我们的婚礼啊 我知道啊 我们的婚礼 有我和你就够了 不用那么多排面的 可是你嫁给我了呀 我肯定要为你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我想照顾全世界你嫁给我了 可是你好像并不是这样期待的 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喜欢高调的人 你不是也一样吗 这不一样 好了好了 一会儿我们再聊 等我把礼服换下来